HELLO 大家好,看看今天星期有甚麼重點經濟新聞 麻煩,IiI女 疫情震散全球股市 道指值插於1200點 港股險失26000彎口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全球急速擴散 部分地區疫情爆發較為嚴重 對全球供應鏈造成一定影響 令全球經濟發展夢想一層陰影 疫情亦衝擊環球金融市場 多區股市近日相繼出現大震盪 其中道指收市跌近1200點 創下有史以來單日最大跌幅 疫情在各地形成恐慌蔓延 投資者被險情緒高漲 觸發大幅拋售風險資產 華爾街三大指數於週四 27日收市均下錯超過4% 其中道瓊斯指數及標普500跌幅最厲害 道指收市跌1190點 跌至25766點 以點數計時歷來最大跌幅 翌日週五,28日,早段 美股繼續跌勢,連跌7日 雷射4667點 標普500跌93點 至28884點 納斯達克指數錯302點 至8264點 總結本週美股表現 道指累積下跌如12% 納斯及標普500指數跌近11%或以上 三大指數都市自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大單週跌幅 歐洲股市持續向下 英、法及德國股市連續兩天下錯超過3% 英國富士100指數收報6580點 跌215點 德國法蘭克福德克指數收報11890點 跌477點 法國巴黎克指數收報5309點 跌185點 亞洲股市亦不能幸免 包括日本、南韓等7個主要指數 以較近期高位類卸於一成 步入技術性調整 日股跌至約半年低位 大跌於800點收市 首二綜合指數跌穿2000點關口 連同澳洲股市均跌於3% 地股同樣顯著向下 上正指數跌111點或3.7% 深正成指大錯553點或4.8% 失手11000點關口 互深300指數跌144點或3.6% 港股跟隨外圍股市急石 週五恆指一度跌穿266關口 低見25989點跌失789點至4個半月低位 最後港股收報26129點跌648點或2.4% 成交額升至1681.93億元 全星期計 恆指累積跌11178點跌幅4% 連跌第二週 國企指數收報10302點跌290點 跌幅2.7% 成交505.93億元 紅醜收報4033點跌114點或2.8% 主板成交122.72億元 香港面對內外交困之際 週三、26日 仍來2020-2021年度 財政預算案 政府推出多項救市措施 但外界預料香港財政狀況恐怕營會轉弱 預算案公布後 評級機構惠譽國際Fitch Group 維持香港信貸評級為AA 評級展望維持負面 惠譽表示 基於香港社會不穩 持續為經濟帶來下行壓力 將進一步削弱本地營商的吸引力 以及管治成效 開放4000億元 指定人客 èn在折尾 schwで呢 根本的照 geared 交連工車 評論 評論